我们这个鞋背的两个就是来回织完了啊 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22码的这个脚背是要织9个来回 9个来回大概排到3个花 11个来回是排4个花 13个来回是排5个花 15个来回是排6个花 就是这个鞋背的这个花 这个一个两个三个 小码的我们排3个花就够了啊 要不然太宽的话 这个鞋背就会显得这个小 这个小就是这个鞋子的这个鞋背会显得特别宽 穿起来也不好看 我们现在来教大家就是织这个花形啊 大家看一下 我们一开始就是用黑色的线做花心 黑色线做花心就用黑色的线先在这边织一个来回 然后再换红色的线织一个来回 大家就是问为什么这边要 就是说要都要织一个来回 因为大家看一下啊 如果你就是直接一开始就排花的话 这个这两边的话就会显得特别拥 特别拥肿的那种 如果你两边都各支两个来回 这种就是竖条的这个 然后中间再排花的话 这个鞋子就会显得特别有形 就是整个鞋形弄下来的话 就会比较有形 所以我们都是先织两个来回 就是两个颜色嘛 这两个颜色各支一个来回 然后我们下面再开始排花 排花我们是先织 先织四针黑色的线先织四针过来 像这种大马的像42马以上的这种的 你可以织五个 织五个小孩的到41马的你都挑四针 直接织四针过来 然后再开始挑花 四针织完了 然后这个红色的线挑一针 然后再织三针 后面就开始排花了 然后织三针挑一针 织三针 大家织这个三针的时候织松一点 不要织得太紧 因为我们到反面的时候 还要织这个花的 就三针并一针织这个花 你要织太紧的话 到时候你织这个花的时候 就不好织了 就这样织松一点 织三针 挑一针 织三针 织松一点 大家尽量这个 织了这三针 尽量织松一点 二 三 然后挑一针 织三针 挑一针 织 这个 脱线了 脱线了 这个你就 直接把它挑过来就好了 然后织三针 挑一针 织三针 大家最后知道这边 就挑一针 剩下一针了 这个地方 我们就直接就 可以挑过去 也可以挑过去 然后直接这样 然后再织一针 如果你就觉得最后剩下一针不好弄的话 你也可以直接 就是把这个五针 有的人他就会很纠结的是这个地方 到底是要挑呢 还是不挑 这个谁个人啊 你想挑就挑 你不想挑 你就直接把它全部五针 全部织过去都可以 因为最后这个地方 你也是要缝 也是要就是缝到斜口里面 也是基本上看不出来的啊 我们这边就把它挑过来 然后多织一个花 大家有的织大马的 或者剩下三针四针的情况 大家就说这个地方 后面怎么排花 你这个都不需要排 你可以直接全部织过去 都是可以的 然后大家看一下啊 把这个一针挑来不织 这样子 这个斜侧边啊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斜侧边 一开始的时候 都是绕成这种辫子的 到时候缝斜口的时候 好缝啊 缝得好看一点 然后这一针 还是直接这样挑下 我们这个 刚刚说错了 我们这个就是 这个反面这个地方 挑过来的时候 这一针不要放下去 千万不要放下去啊 如果你这个地方是直接织的 直接没有挑这一针 直接全部织过去的 那你就 那你就要把它放下去 然后织过来 但是我们现在要挑针 挑针的话 这一针就要这样 因为你要把这个线 放到反面来 然后再挑过去 然后再把这个线压过去 然后这个反面的话 就看不到那个黑线 如果我跟大家演示一下 如果说你这一针 你把挑下来放下去 然后直接挑的话 然后再直下面 然后你看这个线 它就是压到这个红色线的 你到反面看的时候 就不好看 就很丑的啊 来看 把这个线绕上来 然后这个一针挑下来 然后把线放下去 然后现在排花怎么排啊 这个三针 然后我们直接把三针一起织过来 大家看好了啊 这个三针 所以我说一开始 教大家 织松一点是什么意思啊 织松一点就是 这个到时候 三针并一针的时候 这个穿针好穿 你要织得太紧 就会很费劲的 穿不进去 然后这个 三针 全部织过来 这个三针不要丢下来啊 这个一针套出来之后 这个三针不要丢下来 然后把这个线绕到这个针上面 大家看好了啊 一定要看好 就一开始这样织过来 平针织过来 然后我们把这个线 还是绕到这个针上面 绕到这根 这根针上面 然后我们再从这个三针里面 再穿进去 然后再织一针出来 你三针并掉了 你也得要织三针出来 要不然针就少了 大家现在看一下 这个第一针织的 然后加上这个 加的这一针 加过去的这一针啊 看的不是很明显 然后再加上 这个一开始织的这针 就是三针了 然后我们再把线绕上来 挑这一针的时候 都要绕线上来啊 大家看 好多人都不理解 这个地方 就是你这边织完了 你再把线挑上来 挑上来之后 然后再把这个针 这就是从那一针挑的时候 挑下来的这一针 我们再把它 这个线放下来 然后再开始排花 三针 并一针 你三针并掉一针 你也要织三针出来的 你这一针织完了 然后再把线绕上来 然后再穿进去 然后再织一针出来 这个就三针了啊 你看 这边是一针 两针 三针 你并掉了三针 你织出来 还是要织三针出来啊 然后这个线再绕上去 然后再把这一针挑下来 然后绕下去 然后再三针 织花都是这样 到反面织花都是这样子的啊 三针并一针 我这边演示的特别慢啊 大家这边 一开始织的时候 就要细一点 要不然三针不好挑 然后你再把这个线绕上去 这个就算加了一针 这个就算加了一针啊 然后再把针穿到这个里面 然后再织一针出来 这个就是三针了啊 然后再把线绕上去 把这一针挑下来 这一针挑下来 再放下去 然后再开始排花 排花就是三针 并一针 三针并一针 然后再把线绕上来 这就算加了一针 因为你这样织的时候 就是加了一针 平针织 然后再织一针 再把这个针穿到三个 三个 一开始的这个三针里面 然后再把它丢掉 然后就是三针了啊 再把线绕上来 这样放下去 然后再三针并 三针并一针 就是这一根针 穿到这个三针里面 然后再绕上来 然后再把针穿到三针里面 再穿一次 再织一次 然后再把这个三针丢掉 然后就织收三针来了 这边套下来就是这样 然后再把针穿到三针里面 织出来 然后把线绕上去 把线绕上去 然后再在这个三针里面 再织出一针 就是收掉三 这边没拉好 大家织的过程中 一定要把针挑出来啊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一开始的时候 叫织松一点 织松一点的原因 然后再这样 再挑下来 把细针放下去 再演示一遍啊 然后把三针 穿进去 然后再把线拉出来 这就织那个小太阳花的那个织法 然后你看这个线绕上来 然后我们再把针穿到这个里面 然后再直接这样织 就这样子啊 大家就按照这个 把这个后面的织完 就这样了 如果我再带一下 我再带一下 这个后面的织法 就这样了 就这样了 然后我再带一下 就这样了